Hello 各位羽毛球发烧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话向大家介绍一款羽毛球的训练神器 首先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神器下面 它是由我们的一个非常强硬的三脚架 移动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移动完之后的话 通过踩它的三个脚钉可以把它固定锁死了 好了 现在我们把三个脚都锁死了 可以看到它是非常非常的稳固 机头上面是有一个锥形螺丝 这个锥形螺丝的话是用于安装我们的一个球龙 这个球龙的话它可以容纳180个球 所以不要看它面积小 但是它的容量是非常的大的 来 我们现在把球龙安装到我们的发球机上面 好的 现在我们就安装完毕了 刚刚那个锥形螺丝的作用现在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抓上去之后它是固定不动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羽毛球训练神器 它的主要部件就是我们这个机头 它前面可以看得到的是有我们的双轮的一个设计 再来看到机头后面它是有AC接口和DC接口 以及我们的升降接口 AC接口的话大家知道是连接到我们的一个交流电 DC的话是我们直流电 这边的话现在给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是有储备电池 这边是有个电池架 有我们的专用电池 好 然后可以看到的话 我们的两个接口分别是有升降接口跟DC接口 接口的那个样式都是不一样的 首先我们先把升降接口给接上去 好 注意的话这边是有一个卡槽 对着这个卡槽在最下方 把我们的DC接口 也就是我们电池的接口接上去 好 这样的话我们通电就完毕了 通过一键电源开关 我们的机器就自动的开起来了 好的 我们现在就把这款智能羽毛球运动装备 放到我们的球场中间进行实战吧 在实战之前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是有配备遙控器的 它可以控制到我们的一个发球的角度 速度 频率等各种参数的一个调节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操作界面 这边的话是前场速度的一个加减 这边是后场速度的一个加减 然后频率的一个加减 然后的话每个球点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球数的增加 我们现在开机实战一下吧 首先的话我们遥控器这边也进行开机 先按升降键 把机头升起来 按完升降之后按启动 自动进行升降 好 升降到合适高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球了 好 显示是定点发球 组合模式键 它是有四方球 多种四方球 然后有一个垂直两点球 多种模式给你选择 再来看到我们的水平循环键 它是有多种水平循环的模式 给你选择 交叉循环键 多种组合的交叉循环球 中间的第三点 随机与编程键 轻按的话它是一个随机发球 长按随机编程键 它是有一个编程模式 然后可以进行多点的一个编辑 自由编辑 点击APP 打开蓝牙 搜索 连接此设备 可以看到我们操控界面上面 分别有多种模式可供选择 每个模式都有各种调节方式 APP操控与遥控器基本一致 单设计简洁操控更方便 好的各位羽毛球发烧友们 本期的智能羽毛球训练神器的 使用教程就跟大家介绍完毕了 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话 也是我们的基础使用教程 同时它还存在很多的潜在的功能 期待大家的挖掘 谢谢